我刚才又看了一下 我不就觉得中间那个志玲哥 他的那个光源不算很对 就是因为他是顶光打下来的 为什么中间的人物 应该是一个小的一个圆圈 我想听一下成栋怎么去解 有请成栋 我在之前的作品中 我可能会更真实的模拟光源 但是现在我想抛掉 那么真实的光源 我可能就想主观地依照 就算它逻辑上不成立 但是在我自己画中 我想把这个影子拖得多长 哪怕我拖到画外 这个墙够大 我觉得都是OK的 我来做这张画的主 我说了算 因为我觉得我画一张画 我的逻辑就是 我自己成立就好 我觉得我当时想要的这个画面感 在我脑中生成了 我就要用雕塑 这些巨大的雕塑 去围成一个矩阵 去包围志玲哥 因为这个在外人看来 可能像一个公园似的 或者是巨石镇 但志玲哥自己 其实看到这个会有情感 你会跟不同时刻的 自己去对话 所以这是属于你自己 私人的一个场 私人的一个能量场 对 是这样 谢谢 谢谢 我都看得出来 你的画我的每一个形象 真的 可能 看来我抓的还可以 是我自己心里面的东西 对 陈栋 陈栋是我的同门师兄弟 是的 段老师好爱的 这个画我也非常喜欢 非常简练 这个画就是充分体现了 他这种造型的能力 绘画性 但是他又不是画得那么累 非常轻松 谢谢段老师 对 他这个顶光加上用人物站位 撑开空间 我很难不想到杜琪峰 然后这个颜色 我很难不想到 蝙蝠侠的小丑 如果让杜琪峰拍小丑 应该就是这样 我是这样的感受 期待 好棒 我觉得它的寓意 有一点像那个实践 我做完那个作品之后 那个实践就停留了 然后就永远在自己的脑海里面 我是在心底一个最深 最深藏着自己的爱好品的一种感觉 我真的能看到很多不同的时刻 我的高光时刻 对 这个是我第一次开演唱会 那其中一个造型 在香港那个宏馆 然后这个应该就是 往事只能微微的那个镜子 这个动作是特别迷人的这个姿态 所以我放在了最前面的 然后这个是浮跨摸那个镜子 对 那个就是captain kuba 对 那个鸡脚 然后这个是马 对 战马 同时当然我觉得在射雕英雄传练里面 他都会有这个弓 所以他这个弓我觉得会强化 他可能会有双重角色在包含在里面 那个应该就是跳舞的迈步的那个了 对 这个姿态太帅了 哇 好多 哇 谢谢你 这幅画 真正能打动到我了 所以谢谢你 我也给你我的邀请他 感谢你 谢谢志明哥 希望有机会加入到你下一次的高光时刻来呈现这件事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大家